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的新闻让我们看到 卡油在出海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与孩之宝的合作 将使小马保利系列卡牌 在日韩及东南亚市场发售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接着 全球数商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 国内首个数据集团联盟的成立 将为数据市场的健康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 最后 降息潮席卷而来 存款利率不断下调 普通人的财富正在面临贬值的风险 大家需要警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时代周报报道 卡油在出海战略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宣布与全球玩具和游戏公司海之宝 达成深度合作 获得小马保利系列的全球授权 10月17日 卡油在上海举办的 比奇的派对快杀 店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标志着小马保利英文版 和日文版卡牌的首次亮相 小马保利自1983年推出以来 已发展为一个 受年轻群体喜爱的多元化娱乐IP 卡油的高级副总裁梅云轩表示 此次合作不仅是对产品质量的认可 也是卡油全球化探索的重要一步 未来将通过卡牌推动文化传播 促进文明交流 科创版日报则关注到 2024全球数商大会的召开会议主题为 数联全球商通未来 强调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场景创新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沈竹林 在会上指出 需建立完善的数据产权制度 以支持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发展 此外全国数据集团联盟 在大会上正式成立 旨在加强各省市数据企业合作 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发展 会议期间还发布了多个区块链典型场景 展示了如何在不同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 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樱桃小才女的文章则揭示了 当前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预计本月将全面降息0.2至0.25个百分点 存款利率已降至1.1% 这一政策使得存款的实际购买力受到严重侵蚀 普通人面临着现金贬值的风险 文章指出 国家希望通过降息和其他措施 将资金从银行引导到消费和投资 以推动经济增长 随着未来的低利率和大通胀时代的到来 投资和新资产将成为应对通胀的重要策略 提醒人们提前做好准备 网易为应对经济挑战 国家在短短20多天内推出了一系列宏观政策 旨在稳定信心 提振内需 尤其是在四季度 这个经济规模比重最高的时期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卢者指出 尽管三季度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但9月以来的政策逐步显现成效 预计未来几个月 经济增速将逐步回升 消费 投资和房地产需求将改善 这些政策分为三个阶段 重点在于扩内需 降低风险和管理预期 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增长 网易在众多政策中 扩内需政策被认为是拉动四季度 及明年经济增速的关键 具体措施包括 通过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提前下达中央预算投资等 这些政策不仅能直接刺激消费 还能通过基建投资 和对特定群体的支持 促进整体经济的复苏 同时 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政策 也将为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特别是通过增加成中村改造 和微房改造的支持 预计将直接激活购房需求 网易 在金融领域 证监会近期对多家券商 实施了批量处罚 涉及监管谈话 和业务暂停等措施 主要原因是 这些券商在投行业务中的 内控管理不到位 海通证券 中原证券等公司 因为能履行职责 禁止调查不充分等问题 被监管 显示出行业内控管理 期待加强 证监会强调 将继续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 以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在推动券商 改进内部控制 和提升业务质量 网易 香港证监会与联交所 于2024年10月18日联合宣布 将优化新上市申请的审批流程 特别是针对和资格的股公司 设立快速通道 这一举措 旨在提升香港资本市场的 全球竞争力与吸引力 确保高质量公司 能够顺利上市 根据新流程 若申请公司符合相关规定 监管机构将在不超过 40个营业日内 确认其申请是否存在 重大监管关注事项 并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推进上市文件的披露 和上市委员会的聆讯 此外 和资格A股公司 在提交符合规定的申请时 审批时间将进一步缩短至 不超过30个营业日 即大提升了上市效率 网易 在李家超的施政报告中 香港特区政府 宣布设立100亿港元的 创科产业引导基金 旨在引导市场资金 投资于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 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动创科产业生态圈的建设 这一基金将与 创科创投基金箱 结合进一步促进 香港初创企业的发展 香港投资公司 也将发挥其耐心资本的作用 吸引更多创科企业落户香港 专家指出 此举不仅能帮助香港 在全球科技竞争中 占据优势地位 还能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撬动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 参与高风险的创新领域 网易年内超过2000家上市公司 实施了股票回购 反映出市场对公司投资价值的 逐渐认可 回购的主要用途 包括股权激励 直接注销 或作为库存代售 其中海康威视 已不低于25亿元的回购计划 引人注目 预计将成为年内回购金额最大的公司 专家分析 回购不仅能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 和股票吸引力 还能增强投资者信心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多家金融机构 推出股票回购增持在贷款政策 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回购股票 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出海周报 商务部在17日的发布会上 就中欧电动气车关税谈判表示 中方已展现最大诚意 双方在某些领域取得进展 但仍存在重大分歧 期待欧方尽快回应 与此同时 破莱雅在法国成立了欧洲科创中心 成为首家在巴黎设立此中心的 国货美装企业 小鹏汽车则否认与欧盟达成任何私下协议 并表示 以启动法律程序应对网络不实信息 大众汽车计划到2030年 向中国市场 推出22款新能源新车 魏龙音产品含有日本禁用添加剂 在日本被召回 回应称符合中国标准 好特卖宣布将于2025年 进军日本市场并在大阪设立法人 淘宝境外包邮区将扩展至10个站点 广其国际计划在哥伦比亚市场发布新车 通用汽车 支持墨西哥政府的供应链强化计划 黑龙江飞鹤乳液否认进口日本原料 称与日本协和发酵的合作仅为技术交流 多家车企向市场监管总局备案召回计划 涉及安全隐患 小马之行在纳斯达克递交招股书 德国总理再次批评欧盟对华电动车的加税 中越贸易额同比增长17.6% TML在韩国新增下载量居首 英国不打算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中国一至9月 首级出口57,973.7万台 同比增长3.5% 汽车出口也显著增长 三季度488.5万外国人通过免签入境 显示出国家对外开放的积极态度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